当前,天宫空间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验正在稳步推进 利用生命生态实验柜开展的空间先进水生生宝系统 关键技术研究实验项目进展顺利 神舟18号成组已成功开展两次水药样品采集 和一次鱼食和更换操作 后续,科学家将利用返回的回收水样、鱼卵等样品 结合斑马鱼空间运动行为视频等 开展空间环境对脊椎动物生长发育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同时为空间密闭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研究提供支撑 孟天实验舱内配置了燃烧科学实验柜 支持在轨开展微重力燃烧基础科学研究 上周,神舟18号成组对燃烧科学实验柜 进行了燃烧器更换、抽真空排废器等操作 此外,航天员完成了空间站内设备维护、环境清洁、物资转移整理等多项工作 其中包括和新舱养传感器的更换 在空间站的运行过程中 养传感器作为调控舱内氧气浓度的开关 对于维持舱内环境稳定 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以及支持科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最近,神舟18号成组利用超声诊断仪完成颈动脉超声图像和频幅测试 航天员使用仪器检测了右脚足根骨、骨密度 以研究失重状态对人体骨密度的影响 在孟天实验舱内 程组利用抗组装置开展激励测试 通过测量固定体态下局部机群的最大张力 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肌肉的功能状态 此外,还利用太空跑台、弹力带等持续开展失重防护锻炼 在问天实验舱内 经航天员精心照料的滤脂 使太空家园里移到独特的风景线 航天员李聪用水分测量以细心监测 培养机制的电导率、温度和水分含量 确保这些太空中的小生命能够茁壮成长 通过照料植物 航天员在遥远的太空中也能感受到绿色的生机 丰富了载轨生活 也为未来长期太空生活提供了宝贵经验 晚间,忙碌了一天的三明航天员 在星辰大海的陪伴下 享用一顿温馨的晚餐 再忙也要按时吃饭哦